大家下午好 我是Dave Jarrod Upstart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财报电话会议 讨论我们2024年第一季度的业绩 首先我想说的是 我为全国各地的Upstart员工 为打造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借贷平台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 十多年来信贷供应一直受到限制 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使命的紧迫性 今年我们有了一个坚实的开端 在产品和资金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 我们的业务很快就会恢复增长 但我们也做好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将持续下去的准备 因此我们将继续专注于提高效率和财务业绩 同时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长期投资 为了提高效率 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招聘 缩小了一些团队的规模 点平化了组织结构 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最优先的事项 自2024年初以来 我们从员工人数中削减约年化2000万美元的固定开支 目前我们的员工人数是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们还提高了云基础设施的效率 降低了模型培训和开发成本 与去年同期相比 我们的计算和存储成本降低了23% 我们预计在这一领域还将节省更多成本 我们相信这些行动将使upstart更快地恢复盈利 并更快地向我们所知道的公司目标反弹 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 我们平台上的资金状况正在开始改善 对于银行和信用社以及信贷投资者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希望这一趋势将持续2024全年 遗憾的是 消费者风险和利率仍处于或接近历史高位 共同限制了我们平台上的交易量 在这种情况下 假设upstart的利率保持在或接近目前的高水平 我们预计将减少使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为非研发用途的贷款提供资金 这将使我们能够在其他方面更好地利用这些资金 尽管我们将继续灵活地利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为我们的业务做正确的事情 产品进展 我们将继续努力 使upstart成为一个在任何宏观环境下都能茁壮成长的平台 这项工作包括改进我们的核心个人贷款产品 以及在我们的产品组合中开发新产品 个人贷款 上一季度 我提到了一项允许申请人提供抵押支持个人贷款申请的举措 目的是帮助借款人以比其他方式更低的利率获得信贷 今天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 我们已经成功地在七个州试点推出了汽车抵押个人贷款 我们的方法允许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在无担保或自动担保个人贷款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后者通常提供较低的年利率 到目前为止 汽车抵押个人贷款利率平均比无抵押贷款利率低20% 它还能帮助许多原本会被拒绝的申请人获得贷款资格 上一季度 我还介绍过我们正在开发工具 帮助我们的贷款合作伙伴加强与现有客户的关系 这通常是他们在流动性减少时期的首要任务 为此两周前我们发布了认可客户个性化RCP 有了这项新功能 贷款机构可以识别现有客户是否正在upstart网站上积极申请贷款 并通过提供令人信服的贷款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许多银行和信用社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的功能 我们对最初的反应很满意 我们的30家银行和信用社合作伙伴已经注册了这一项目 第一季度upstart平台上90%的无担保贷款 都是全自动的创下了我们的历史新高 对借款人来说 这意味着无需上传文件 无需电话 只需几秒钟就能获得最终批准 对upstart和我们的贷款合作伙伴来说 这意味着无需人工来处理和完成贷款申请 自动化是人工智能贷款的标志 upstart的目标是成为这方面的佼佼者 汽车 我们的汽车业务继续取得进展 目前已有103家经销商采用了upstart支持的贷款技术 而一年前只有39家 为了与时俱进 我们要求我们的汽车团队更快地实现盈利 这意味着我们要加倍努力提高信贷质量 改进店内平台 关注经销商的整体成功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每个经销商的单位经济效益 目前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汽车零售市场的投入 我们相信今天更加专注的努力将使我们在未来更快地扩大规模 房屋净值抵押贷款 我们的房屋净值抵押贷款产品进展迅速 继续超出我们的预期 我们知道在高利率环境下 这将是一款极具吸引力的产品 迄今为止 团队取得的进展令人印象深刻 推出不到一年 我们就在1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推出了upstart房屋净值抵押贷款 覆盖了美国33%的人口 这比上个季度的11个州有所增加 现在还包括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的州佛罗里达州 我上次提到我们开始自动验证借款人信息 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 我们现在能够及时验证36%的房屋净值抵押贷款借款人 这包括及时验证身份和收入 无需上传任何繁琐的文件 另一个进步标志是 当我们向申请人提供房屋净值抵押贷款 作为个人贷款的替代方案时 我们看到接受我们方案的申请人比例有所提高 这证明了我们整合个人贷款和房屋净值抵押贷款申请的方法 是正确的 我们为多种产品创建了一个统一的融资方式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签署了upstart房屋净值抵押贷款的第一笔融资交易 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将开始向该合作伙伴销售前项流动贷款 我很高兴看到该产品在2024年及以后不断扩大规模 小额贷款 我们的小额贷款产品继续快速扩张 第一季度的发放量比上个季度增长了80% 消费者喜欢这些小额救济贷款因为他们快速简单 而且比他们通常能获得的更昂贵的信贷更实惠 如今约有60%来寻求小额贷款并初步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实际获得了贷款 这在现阶段是一个非常高的转化率 从这对upstart有什么好处的角度来看 我首先要说的是 这个产品是我们的核心使命 我们正在有意义地扩大我们邀请进入银行质量信贷世界的美国人的比例 这是我们卖出的微小但重要的第一步 这种贷款的好处在于 它主要提供给那些目前不符合我们个人贷款条件的人 因此我们不会完全拒绝他们 而是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做小额贷款 让他们走上更好的财务之路 当然 我们的风险模型也在迅速学习 向那些否则会被拒之门外的人提供信贷 这些小额贷款正在迅速扩大我们对模型的理解范围 也是我们为美国人提供价格合理的信贷服务的长期机会 服务与收款 我们将继续投资 提高我们为upstart贷款提供服务的能力 帮助那些拖欠贷款的借款人恢复财务健康 例如我们让借款人更简单更容易的采用自动付款方式 这是决定信贷表现的一个关键主导因素 通过这些努力 越来越多的借款人连续24周注册自动支付 另一个例子是 我们推出了一个联系拖欠借款人的新渠道 仅在部署初期 这一渠道预计就能减少3%以上的总损失 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看到了大量降低滚动率 提高回收率 同时帮助借款人改善财务状况的机会 融资进展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我们在资金方面的业务有所改善 这些改善既体现在银行和信用社方面 也体现在机构和信贷基金方面 许多银行和信用社在2023年经历的流动性挑战 似乎正在减弱 许多贷款人现在再次面临资产短缺的问题 由于许多地区性银行和社区银行 现在要为存款支付更多的费用 其融资成本也随之上升 这使得新的挑战更加严峻 尽管对经济走向仍持谨慎态度 但许多贷款人现在正在寻找 从资产负债表中 获得健康和适当风险调整收益的方法 第一季度 有八家新贷款机构加入了我们的平台 一些现有贷款机构也增加了资金 新贷款人的数量和Upstart上 来自贷款合作伙伴的可用资金总额 都达到了一年前2023银行倒闭前的最高水平 我们还继续在机构资本方面取得进展 努力更新和扩展现有的合作关系 并将过去暂停合作的投资者伙伴 带回我们的平台 如前所述 我们签署了第一份合作协议 为Upstart的房屋净值产品提供资金 由于取得了这些进展 只要Upstart平台的利率保持目前的水平 对我们业务的限制就是来自借款人 总之 我们希望能进入一个稳定的 超出我们需求的资金期 我们预计 这将使我们能够减少使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并将资金重新部署到其他重要目标上 总之 我们精简后的组织正在快速推进产品组合和平台的建设 这将加速金融业向人工智能贷款的迁移 随着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日益高涨 就在上周 我们推出了一项首创的人工智能认证计划 帮助银行高管为这个勇敢的新世界做好准备 仅仅在最初的几天里 就有几百人注册了该课程 这反映了在这一领域提升技能的广泛需求 参加今天电话会议的一些人 可能也会对该课程感兴趣 我要感谢Upstart员工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所表现出的韧性和毅力 我们在对使命的专注和共同追求中 找到了力量和持久性 我每天都坚信Upstart团队在执行能力和目标一致性方面 都是无与伦比的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 最后我想向大家保证 我们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恢复增长 恢复EBITDA盈利 同时继续以不懈的创新步伐投资于我们的未来 我们期待着在2024年及以后向大家展示我们的进步